能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保持愉悦的心情 德兰儿童中心非常注重院童的身体状况 固化完善的医疗支援网 在院童受伤或感冒时 都能获得正确及时的治疗 并且教导正确的卫生保健观念 换彻预防剩余治疗的准则 我以前是跟我奶奶坐在山上 然后因为我奶奶越来越老 所以没办法照顾我 所以才来到德兰儿童中心 然后我在妹经住了九年 在这边我学习到了很多 我学会了独立 也懂得去爱一个人 当然在这边就像一个家 然后我很爱这边 从家的概念出发 以小家庭为教养单位 规划完善且独立的生活空间 加深运同对家庭情感的熟悉 培养团体合作的能力 赵宝老师会每月召开小家庭会议 沟通团体间的意见 定夺重要的决策 并且实施家用金制度 以家为单位发与固定金额 有效地分配有限资源 让院童学习理财的方法 了解物品的价值 课业辅导是教保老师的 重要职责之一 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 帮助院童收集 整理各式的教材资料 每日安排固定的自习时间 养成孩子复习所学的好习惯 教保老师会记录院童 日常的生活状况 以利于掌握孩子的成长和改变 每月填写个案教导计划 依个案的需求 适时提供教导与帮助 团体的生活方式 训练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重视大家一起生活的空间 为居住环境的整洁和美化 尽自己的心力 假日 教保老师会与孩子讨论 安排假日的活动 多样化的社团课程 供院童选择 培养科业学习之外的兴趣 培养生命教育的相关课程 建立孩子正确的生活价值观 办理小志工的活动 让孩子实践服务的道理 学习感恩的心 我刚从台北回来的时候 在学校跟在家里的人际处理上面都不好 那时候身体状况也很糟 然后那时候每天要发脾气 后来老师就安排我做智商 然后每天就跟我聊天 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然后我的状况就从很糟 很糟到就慢慢的回来 后来过半年以后 我就不用依靠任何人 也不用再去对我特别的包容 我也能够完成每一件事情 心理辅导组提供院童专业的心理资商 书解孩子们负面的情绪压力 因院童的情形 给予个别辅导或是团体治疗 团体治疗是设备完善 艺术治疗以画画的方式 疏解孩子们的情绪 游戏治疗让孩子借着玩耍 抚慰受伤的心 戏剧治疗让院童扮演各式的角色 揣摩心境和想法 增进孩子们良好的互动 心理辅导组不只辅导院童 也针对院童父母提供资商服务 安排个别的物谈方式 并且不定期的举办亲子成长团体活动 增进家长的心理健康 协助发展良好的亲职能力 拉近亲子间的关系 中心工作人员长期身为照顾者的角色 必须保持平衡的身心去面对院童 德兰也办理员工的在职训练 安排各种主题的团体辅导课程 提供个别资商 协助员工们发展助人的潜能 除了针对院童家长和员工们提供辅导 心理辅导组也支援社区服务处 为社区家庭及儿童提供心理资商 回馈社区的奉献和支持 兄女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教了我们一些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还有应对进退的技巧 还有做人要知恩 也不要忘本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记得要回馈给社会 祝福音乐 展现所有爱我们的人 展现你 展现所有照顾我们的人 感謝祢 讓我們有的溫暖的生活 感謝祢 傳達的幸福的滋味 感謝祢 誠心誠意的感謝 感謝祢 感謝所有愛我們的 祢的溫暖的幸福 珂禄 中心是我們的家 兄弟 儼優 將軍在一旁 悔首好持 不再上紅 在美中,我住在美中 在美中,我住在美中 感谢主耶稣爱我的主 感谢主